宾州近几年是接连发生土崩事故 有个人被视为站在环保议题的最前端 他甚至不惜为了环保的问题退出行动党 他就是前担任吴亚区州议员郑宇州 这一回他接受网络媒体今日自由大马的访问 他直言土崩是意料中事 他曾多次将山坡发展的隐忧带上州议会 可是他说州政府都置之不理 他认为州政府现在应该谨慎地审视所有的山坡计划 宾州首长曹关友他认为不要一味的只是信任发展商的说法 要不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曹关友今天还是坚决地表示 所有的计划将会照旧进行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天在初期活动后表示 我国现有的法令已经足以管制发展工程 而目前的挑战是工程初期阶段的监管工作 无论如何他重申 州内目前的发展计划将会照跑 另外首相马哈迪今天回到自己的选区 福洛交易巡视之后指出 我国如今面对树林过度开发的问题 他认为在开展任何计划 尤其是涉及砍伐树木的时候 有关单位都需要事先进行详细的研究 以确认有关地区是否安全 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 就会发展出了整个小鲜屋的研究 下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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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